他一定有請示過更高層的行政 這就是我要問的 什麼人給他這個命令 說你不要把那個人這樣 可是他又擔心說 然後他就自己想 上面叫我不可以給他上手銬 可是這樣很難看 就給他假裝上手銬 才叫他這樣配合 因為溫英聰不可能自己 欸 溫英聰不可能自己 會想出這樣子的 再怎麼大老闆到地檢署 其實也都會緊張 你這樣講導演就呼之欲出 我有一次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 就是因為什麼協助什麼 反正去調查局問案 就是我當證人 就問了一個事情 我就可以走了 欸 我也很緊張欸 你知道到那個門口的時候呢 要先在一個門房那邊等啊 然後身份證什麼都要給啊 然後說你那邊等 待會會有調查官下來帶你 等一下會收聲 調查官 然後呢後來就跟著調查官上去 我在九樓還八樓 你知道嗎 結果電梯一打開啊 那個梯廳間啊 應該是很明亮的有沒有 沒有 它裡面就一間一間 然後那個梯間很暗 你知道嗎 我說請問為什麼不開燈啊 為什麼這麼暗 然後調查官就 節能減碳 我心裡想 靠腰咧 中華民國政府什麼錢都在花了 他故意的 節能減碳 你知道你去調查局 已經很害怕了 然後一出去 燈又暗暗的 你知道嗎 你就會更恐怖 所以我不相信 我講這個場景 就是我不相信 魏英聰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膽敢要求說 你不要靠我 我自己放裡面這樣好不好 可不可以 我敢跟你 檢查官 八樓這個事情 我都不會死 看你漂亮 如果不是要證人轉被告 你會知道嗎 哈哈哈哈 謝謝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是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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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注意 假官不敢做決定 包括開記者會 張檢最大就檢查 好 其實我覺得 魏英聰自己也不坦蕩 既然沒有靠就給大家看 對 如果你有靠 你不敢讓人家看 OK 你可以捲起來 可是他沒有靠 他也是假裝成有靠 你可以把這個什麼 罰警說 我沒有靠 我還是要給大家知道 我沒有靠 這是一個人的誠實 你要求他這個 是不是太為難他 不會 沒有關係 我是跟大家講 這個人的內心 這個人的性格 他就是喜歡騙 沒有 他寫簡訊是說 他膽蕩蕩 簡訊也是在騙 但是相濡以沫 沒有 我們要了解 一個人你感覺說 我沒有靠 我就要讓人知道 我沒有靠 我不會再去騙 可是這場騙就像你講的 是有人配合 對不對 那是檢察官在配合 檢察官說 剛開始記者去問他的時候說 你這個 檢察官說他有當庭預知要逮捕他 依規定要上手銬 對不對 當媒體出示他沒有上手銬的畫面的時候 檢察官才改口說 沒有上手銬也沒有不妥 OK 那麼所以 預令要上手銬 可是沒有上手銬也OK 這是什麼規定 再來是罰警說 對他有沒有上手銬 罰警說 不清楚 因為那麼多媒體在拍 我今天壓的是一個大老闆 我怎麼會不知道他有沒有上銬 你說不知道他的扣子 第二顆有沒有掉 那我相信 但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上銬或不上銬 那是我的工作 那是my duty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剛剛免也在講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檢察官下令逮捕的時候 就要上銬了 對啊 法警如果沒有上銬 那就是檢察官在講說 這個不用銬 或是說這個 因為他沒有逃亡之餘 好 那馮光眼前幾天被抓了 就銬了 好 他要逃他也逃不到哪裡 他就知道 乾願去坐牢的人都銬了 應該我這樣是這樣 沒有沒有 到這邊 沒有逃亡之餘說 不用給他銬了 對不對 你剛剛講了嘛 現在變成是 現在變成是 不用給他銬了 我再補充一句 就是檢察官要求要逮捕的時候 法警必須上銬 法警的標準作業 一定會把手銬拿出來 那這個時候 檢察官一定會跟他講說 這個不用 那不用這個東西 是在2008年的11月 阿炳被上銬 司法迫害台灣加油的那個鏡頭 後來造成了很多的討論 剛剛崩潰說 然後那個改變規定 沒問題 檢察官他不可以不讓上銬 在那一次事件之前 他的規定叫做應上銬 但那一次就改成得 適用戒區 他就是可以用可以不用 所以就是 解釋權回到檢察官的身上 像觀眾朋友 劇情到這裡 就不用上銬嘛 OK 那誰叫他把手放裡面 假裝有上銬 他就天才啊 他知道這樣對他之後 大家要把他找我 我自己收啊 不是檢察官就罰警啊 兩根 像叫一個 這也是有人跟他 對啦 對嘛 我跟你說 什麼人跟他教你 你這樣價錢 也有可能是律師啊 因為在場的只有 檢察官 被告 律師 罰警 罰警 因為偵察庭是不公開的 記者是不在裡面的 可是鄭大哥 你剛才那畫面 罰警有給他倒映喔 對啊 對喔 所以罰警也是 可是你不能苛責罰警 罰警說他忘記了 他連倒映他可能也忘記了 不是檢察官就罰警吧 嫌疑最大 對啊 這樣說啦 就是說我們過去正義 其實我覺得八成的事務中 有一個手 你會記得嗎 我上禮拜我有說說 衛嘉在今年的時候被判 那個逃漏稅 2月外他去報報四額 衛嘉那是行政的部分喔 刑事部分他是要負刑責的 但是衛嘉他有關嗎 沒有 他判緩刑 但是呢 給他補繳1000萬 所以不用關 我說這和連會心啊 那個靜音兒一樣 對不對 他也是後來不用關罰 喚刑罰 繳600萬 繳600萬 我們台灣的手法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要大家看清楚 他說剛才這個財團 民進那些有關的 都給他不用關 都沒有事情 只要給他這點錢 還有這個什麼 這個衛應蔥 這樣就不用靠 還給他煙氣 對不對 對啊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讓人家感受那種權貴 這討厭 這可惡 而且你看 剛剛節目開始 我還跟尾翰 我們在討論說 歐洲中世紀不是有那種贖罪券嗎 去跟教會買贖罪券 對 衛應蔥的行為像不像贖罪券 像 要約談 晚上要約談 下午出來開記者會說 我拿三十元出來 那你這是什麼意思 而且你要不要講到這個記者會 我覺得啦 當中也很奇怪 就是你有看過哪一個 都已經是被告了 然後他可以問檢察官說 那我可不可以開記者會 然後他都已經收到傳票了 因為晚上8點半 你要到 這個章節來說明吧 然後這個檢察官還覺得 你可以開記者會 不過你講話要小心喔 不要有隔空串證喔 你有沒有看過哪一個檢察官 是對任何一個被告貼心程度 貼心到這種程度 從開記者會叫他不要亂講話 一直到不用上銬 也只有魏家有這種 沒有啦 趙騰雄那個事情 其實只是送錢給葉士文 對 對啊 趙騰雄也算大尾對不對 對 但是他就要上銬喔 他還要很久對不對 這個老實說 這個魏英聰在台灣人神共憤喔 但是他不用上銬喔 對 政府還在幫他掩飾喔 幫他掩飾喔 他是什麼腳 他有這個特權 所以現在是政府告訴我們 頂心不能倒對不對 你魏家還在把持著魏權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相信你 我們就不會相信你嘛 然後我們要抵制讓魏家 魏家能夠重創一下吧 現在感覺沒有什麼 沒有 其實銀眼糧就演了一個高招 那其實現在查就是 有人知道那天會開記者招待會 所以在銀眼糧出來講話之前 爆出了3萬張魏權的買單 那當然我們要看 如果今天是魏權他們 因為上次也曾經魏權大跌 康師傅從這個康師傅的這個開曼 匯了1億美金回來 互衛衛權的股票 那時候衛權股票的跌 拿了1億美金 他後來有申報 所以很奇怪 1億美金大概就差不多 也是31台幣 那這一次也是一樣 就是有人先知道 下午會開記者招待會 上午的時候就逢低買進 拉到漲停板 第二天又第二根 所以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其實政府如果真的 有心要讓頂薪退出位權 他只要把這481的貸款 全部要求銀行立即可以回收 銀行是可以要求 立即馬上回收債權 他是可以這麼做的 他不是不可以 那為什麼還有200多億 是沒有擔保的 那你好歹先把200多億 沒有擔保拿過來 我們要把他凍結他的放款 對不對 是凍結未來的 我們要抽他的銀根 沒有抽銀根 沒有抽啊 都是假的 為什麼我說從哪裡開 這個銀行也都看得出來 從他拉拉鍊 對 因為 從他拉拉鍊 你如果叫那些人都一籤 張勝和 那些人沒看 一看到 沒有上手銬 知道上面有在護航了 我們大家一起把戲演完 都沒錯 你張勝和說 根據赤道原則 要求所有銀行針對他的貸款 要從嚴格做起 你張勝和說的話 金管會也說 依據財政部所謂的赤道原則 所有銀行應該要把他的銀根收緊 這都是一個邏輯 就是政府不能讓頂心倒嘛 這後面 我們會這樣不敢 手抬手抬 不敢 我自己不敢 捨不得 就表示說 關係太親密了 所以你才會捨不得嘛 不然老實講 你跟他四上手抬 你辦他你會怎樣呢 我最想問的是說 檢察官為什麼會捨不得他呢 一定是有人 他一定問過上面的意思啊 關檢察官什麼事 是嗎 那為什麼檢察官要捨不得他呢 檢察官是接到什麼指令 那我們來做一個假設 假設那一台四人飛機再去 所以飛機回來了沒 不是要回來嗎 有回來 他回不回來其實不重要 因為他已經飛出去過了 他之後都已經放在那邊了 萬一他帶走的假設 是他的政治現金名冊 上面記載著 某年某月某日 這個鄭鴻儀多少錢 王時綺多少錢 這個王傑銘多少錢 那你說我們怕不怕 我們怕都怕死啊 到關鍵時刻的時候 我就說欸 好像我有給鄭鴻儀多少錢 所以為什麼 飛機飛出去隔天 吳子佳說他公開劇名寫文章 他說頂薪給馬英九10億 政治現金 蛤 十億 吳子佳公開下來啊 十億跟他 他傳票收到沒 沒有 也沒有 後來隔了三天 國民黨有否認 國民黨文書會隔了三天 那你應該去告查啊 當天沒有回憶我也覺得很奇怪 當天都沒有反應 10億這麼大一筆 照理說很清楚嘛 可是我跟你講 是國民黨說我沒有收到 但是馬英九有沒有收到我不知道 因為國民黨很像有的時候 吳子佳剛這樣下 他不會是隨便寫寫的 所以 你覺得 這要等同學的 開玩笑 你覺得那個十億的消息 是真的假的 不會是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不可能知道 魏佳給馬英九多少錢 所以有人就是 請吳子佳寫這篇文章 然後提醒某些人說 喂 十億是剛開始而已 這只是熱身而已 然後煮菜還沒上 嗯 我告訴你 這樣電視不會倒了 我告訴你 我們底子是在底子什麼 你怎麼現在才發現 底子沒有在打 我們一直以為 我們消費者這次團結起來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我們都忍住沒有買 我感驚訝你剛剛才發現 為什麼 十億算什麼 當發生這事情的時候 魏佳立刻到北京買了50億 用不了的建築物 因為那建築物